中国那些不为人所知的特产小吃 第一集 江西 一 江西辣果干 江西上老特产 第一次听说 有人吃过吗 是辣的果干 不愧是江西啊 别处都是甜的果干 这里微辣都是真的辣 但是 还蛮好吃的 有嚼劲 越吃越香 很上头 关键还很便宜 二 江西豆角干 很多江西人表示 在老家从小吃老大 真的很好吃 在外地就很馋这个味道 最爱这个蒜香味 三 江西庐山特产 酒浆茶饼 看起来有点像小桃酥 但是没有桃酥那么油 也不会太甜 小巧 有酥酥脆脆的 咬一口有浓郁的茶香和芝麻香 你很难想象 几毛钱的小玩意儿 能做到口感这么好 有三种味道 吃起来都不错 我最喜欢桂花和圆舞茶 好吃 还便宜 四 南酸枣糕 软软的 酸甜可口 开胃消食 大人小孩都爱吃这个 小朋友吃了 胃口特别好 吃饭也多了 六 月亮八 这是干州特产 咸 香 酥 脆 休闲小零食 追剧的时候太好吃了 特解馋 六 烧卷子 这也是干南美食 酥酥脆脆的 让人一口就停不下来了 还有人说大酸奶是绝配哦 七 黄原米果 淡然特色 腊肉大蒜炒着吃特别美味 或者煎着吃做成糖油粑粑 怎么吃都很美味哦 八 江西米粉 这个太出名了 无数江西老表推荐的米粉 提前泡好 做汤粉或者炒粉 真叫好吃啊 九 临川菜梗 超级好吃的下饭菜 它还有个非常诗意的名字 香丝梗 配稀饭吃 脆脆的带点甜甜的味道 辣味又不是很辣 配饭也好吃哦 十 野生笋干 用来炒肉炒烂肉都太好吃了 江西还有好多特产美食呢 都馋得要流口水了吧 今天就先介绍这些吧